你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普京使用特务手段 暗杀了数百位俄罗斯最杰出的人物 印度警方近日宣布 一名俄罗斯政客兼商人 在平安夜 从印度的一家酒店的屋顶坠落身亡 而两天前 他的一个同伴死于心脏病发作 这名同伴也是一位俄罗斯政坛上的 过去的一个活跃的人物 几个月前 这位政客因为在WhatsApp上 发布了一篇批评莫斯科 在乌克兰军事行动的帖子 从而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这份帖子当时在发布后不久 在巨大的压力下被迅速的撤回 但是普京仍然没有放过这位政客 普京当政以来为了稳固独裁统治 一直把暗杀政敌 或者持不同政见者 当成是最重要的事情来做 普京这样的目的 这样做的目的 这样做呢 其实等于摧毁了俄罗斯的希望 未来 也摧毁了俄罗斯的良知 因为被他的暗杀的人 因为被普京暗杀的人 实际上都是俄罗斯 这个有着800年极权专制历史的国家里 破茧而出的最聪明 最有思想能力 最有担当意识的人 这些人本来就撂若成心 因为这是一个专制的国家 它很少 就是自由的基因 这么少的一点人 本来就撂若成心 再加上普京凶产的磨杀 所以说呢 俄罗斯上层呢 几乎呢 就是很少这样 有独创思想 有自由基因 有做这个全球理念的人物 只剩下像少尾谷一类的 微微诺诺的农才 农才是绝对不能治理好国家的 稍微我们看看历史就能看到 农才毁掉了所有的专制帝国 什么波斯帝国 阿拉伯帝国 奥斯曼帝国 蒙古帝国 因为农才呢 你想他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获得一些利益 或者说呢 能够掌握权力 然后呢 弄权 所以呢 他们总是习惯于偷鸡取巧 只会弄虚作假 我们知道正常的有尊严的人 是不愿意做农才的 而做了农才的人 为了弥补这种缺憾 就像做了太监的人 为了弥补他的缺憾 他往往变得更加邪乎 更加凶恶 而且农才呢 另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呢 就是愚昧 因为农才呢 就是等于是一些自我囚禁的人 见到独裁者 他们就会跪拜在地上说 你看我是你的农才 你叫我干啥 我就干啥 你不让我干的事情 我坚决不干 你让我干的事情 我干脑涂地 万事不辞 这样呢 当然 他就是自己呢 把自己当成了走狗 当然 你说这样的人 怎么能够管理社会呢 这样的人 怎么能做出一些 杰出的事情来 怎么能够领导整个国家 走向繁荣昌盛呢 不可能的 所以说呢 历史上这样的经历太多了 这么多帝国都是灭亡于农产 现在呢 只是轮到了俄罗斯帝国 所以说普京呢 他自以为他在复兴俄罗斯 其实呢 他是在把俄罗斯 最后一点 这个希望呢 给他掐灭了 也就是说呢 俄罗斯这个庞大的国家 如果没有普京 沿着叶里庆的道路 最后实现民主转型的话 那么呢 俄罗斯也许 有希望能够生存下来 因为像哪怕车程呀 印古斯呀 那些地方闹 不就一万多平方公里呀 让你独立就是了 或者呢 就大不了学习英联邦 学习英国的态度 让你在这个 整体框架内独立 甚至推动你独立 英国实际上推动了 四十多个国家 像新加坡 马来西亚独立 这些地方没有爆发什么 争取独立的运动 而是恰恰相反 英国人后来意识到呢 大家要分开过日子 就是说亲兄弟 也得分家过日子 不能老捆在一块 捆在一块 讲老实话 就把英国人给拖死了 英国人就不得不忍受贫困 忍受这种负担 而甩掉了这些国家以后呢 英国呢 就能够发展的更好 事实上也就是如此 那些拒绝甩掉这些国家的 比如说拼命的 想维持帝国的 比如说西班牙帝国呀 什么的 最后呢 都衰落了 都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国家 另外呢 从那个俄乌战场上传来的消息说呢 俄军这个炮战难以为继 因为我以前多次指出 这个俄乌两军的战争呢 现在主要是炮战 因为这个比较现代化的武器呢 就是说俄罗斯呢 它是太落后 比如说它的坦克呀 它的装甲车呀 它本来呢 还有它的飞机呀 本来应该在现代战争当中起重要作用 你比如说 美国打这个中东战争的时候 当年打阿富汗的时候 主力就是空军 地面部队就派了一千多人 主要负责呢 就是都是一些侦察兵 负责呢 侦察一下 确定一下 校正一下 主力呢 都是由空军来进行 打萨达姆的时候 其实呢 就是那个海湾战争呢 美军也主要依靠空军 美军呢 是全球最现代化的军队 它的现代程度呢 不是其他国家可以想象的 而俄罗斯呢 这不同 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军队 现在甚至呢 它都达不到二战的水平 因为 凡是成年人都知道 二战的模式 二战呢 主要就是以机动兵力来作战 就是说呢 主要以坦克 为这个突击力量 所以说呢 你看那个希特勒的 它的这个闪电战 总是屡屡用坦克 来包抄敌人的后路 把敌人的后勤切断 然后一抓 就是五十万 一百万的俄罗斯战俘 实际上在西方的作战呢 也是以坦克为主要 但是俄罗斯的坦克太差劲 现在面对这个乌军拥有的 这个毒刺导弹 扛在肩膀上 步兵扛在肩膀上 它就无能为力了 所以说呢 俄军现在没办法 只好回到一战的模式 而这个乌克兰军队呢 主要是由于进口的火气太少 再加上西方不愿意 现在向乌克兰提供坦克 因为一旦比如说提供几百辆坦克 那么很可能只几百辆坦克 比如说美国的埃布拉姆斯坦克 那就能够一口气就打进莫斯科 就可以活着普京 或者然后把普京抓起来审判 所以说呢 西方呢 担忧呢 乌克兰一旦拥有了这个 这个西方的比较现代化的武器 就是说像二战 哪怕是二战时候的武器 都可能呢 改变这个俄乌战场的这个局面 当然了 乌军更希望呢 能够获得美军那样的 空军那样的这个威力 但是这个事实上不太可能 因为美国的空军系统 其他国家你也养不起 乌克兰尤其养不起 俄军的这个炮弹呢 现在供应呢 越来越恶化 尤其在这个月里面 据说呢 它的炮弹供应正在枯竭 因为呢 它已经没有地方进口炮弹了 以前呢 从这个朝鲜呀 从伊朗都买了一些炮弹 那些炮弹本来也是俄罗斯生产的 放在这些国家 就是说 它现在紧急拥有买回 重新买回来 加价买回来 因为来回的费用运费嘛 还得要给人家一点利润 而依靠俄罗斯自己的生产呢 据说呢 现在俄罗斯全国的军工厂 一年只能生产12万发炮弹 但是 这个前线作战 你要是12万发炮弹 用来打一个月的话 也就是说呢 一天只能打几千发炮弹的话呢 三千发炮弹的话呢 那这个战争是没有办法进行的 所以说呢 俄军呢 现在呢 还是在拼命的在前线 每天发射两三万发炮弹 也就是说呢 很快就会把库城给用光 在12月初的时候呢 俄军司令统帅部呢 也担心这个 这个部队的炮弹用尽 甚至命令前线的指挥官 要收集用过的 125毫米的口径炮弹的外壳 因为呢 据说呢 这种弹壳呢 回来以后呢 还可以重新回收使用 就是说呢 给它重新装填弹药 然后呢 继续发射 但是呢 这些用过的这个炮弹壳呢 其实是危险的 因为首先呢 它就不可能像原来的炮弹壳 那么结实 俄军就是 第一次发射的炮弹壳呢 质量都很差 有时候都会炸糖 你现在给发射一次了 你再装弹药 你再让它爆炸 那么它就更有可能炸糖 当然也有人指出呢 反正俄罗斯官方呢 俄罗斯的领导呢 从来就没把自己的炮弹当成一回事 大不了就是炸死几十个人 几百个人 几千个人 俄罗斯军官不考虑这个 所以说呢 他们继续这么干 但是这样干呢 也是难以为继的 你说你把俄罗斯自己 炮弹炸死那么多 有经验的炮兵越来越少 你将来又怎么能够再维持炮战呢 另外呢 就是香港经济呢 急剧衰退 香港政府统计处呢 昨天也就是29号 公布了11月份的经济数据 这个数据呢 看起来触目惊心 因为呢 香港当月的这个出口呢 跌至3600亿港元 是本年 自从5月份以来 连续7个月的下跌 而且呢 本来呢 这个香港 各界的预期呢 跌幅呢 是16.2% 但是实际上呢 是 30%左右 就是非常惊人 港府发言人解释说 外部环境恶化 什么跨境铁路运输受阻啊 就是主要跟中国的这个 好像商业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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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运输有问题啊 但实际上呢 都不是的 嗯 这个中 那个 因为你看看 这个与中国内地的 这个跌落呢 只有29.7% 不到30% 但是美国的跌落呢 却高达26.8% 对欧盟的这个出口呢 嗯 下降到 百分之十 嗯 就是更高 英国的跌幅呢 最厉害 高达39.6% 也就是说 差不多 百分之40%的出口额 就是没了 而英国经济 最近这几个月来 没有多大变化 这就说明了 这个香港 这个经济呢 几乎是气缩一进 正在急剧衰退 即便是输亡 亚洲其他市场的出口 也非常减弱 比如说 呃 香港输亡 出口到日本 下跌了 百分之三十点四 呃 到菲律宾 到越南 也大抵都是 百分之二十到 百分之三十 呃 就连进口方面 香港当然 他现在也没有 多多多 太多的钱进口了 也是下跌了 百分之二十点三 呃 这是据说呢 这是十三年来 最大的跌幅 而且呢 进出口呢 差距越来越大 就是说香港现在 已经进入贸易 逆差越来越 严重的阶段 呃 香港呢 他是 他的这个 你不要单看香港 这么一个小港的经济 香港其实是 中国与世界的 桥梁和纽带 呃 世界上你比如说 俄罗斯啊 呃 在苏联接体以后 他也进行改革开放 还有很多国家呢 都试图呢 改革开放 但是都不成功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往往缺乏一个 香港这样的一个角色 香港就相当于一个 数百万经济体的 一个巨大的买办集团 他能够建立 呃 中国跟世界的这个 经济联系 也就是说呢 缺乏他这个纽带和桥梁呢 可以这么说 中国经济 会一塌糊涂 所以香港经济 从某种意义上 是中国经济的 发动机 和晴雨表 呃 因为香港商人呢 他懂英语 他也懂很多世界各地的语言 他的全球眼光 以及商业能力呢 呃 就不仅能直接带动 珠江三角洲的经济 实际上能够左右 呃 中国经济 所以现在呢 香港经济的急剧衰退 也就意味着 中国经济呢 呃